上个世纪末的华语影视圈中 武打明星还是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 武打篇的票房一直是高居不下的 而武打明星 例如李小龙、成龙、李连杰等 都在那个时候冲出亚洲 把中国功夫推向了全世界 那时候的武打明星都是真正的练家子 从小就开始学习武术训练 最典型的就是七小福 成龙、红金宝、袁彪等都是从里面出来的 而他们三个也是最出名的 所以可以称为一门三兄弟 袁彪是成龙和红金宝的师弟 出道也是最晚的 由于红金宝跟成龙当时已经成名 带着小师弟的责任 就归他们两个了 于是就有了I计划 成龙担任主角警察马如龙 红金宝饰演卓一飞 而袁彪则饰演警察教官红天赐 三兄弟的默契配合 让这部电影成为了一部80年代的经典之作 成龙在剧中的那一跳 差点小命就没了 当年的武打明星 真的够拼啊 袁彪自小学艺 七岁师从于战元学京剧 十岁就开始参演作品 从武打动作特点上来说 红金宝属于力量型 出手迅猛刚烈 成龙则属于速度型 爆发力强 节奏快 袁彪的动作更加潇洒飘逸 这也为他以后的武术指导工作 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袁彪属于年少成名 小小年纪就积累了不少经典作品 到了上世纪80年代 师兄红金宝和成龙等人 都在电影圈发展了自己的一块小天地 不但声名确起 还组建了自己的团队 他们也都对袁彪抛出了橄榄枝 从此 袁彪就开始跟师兄们合作 留下了很多作品 演员身份本身 并没有让袁彪得到超越红金宝 成龙等师兄们的名气 但是袁彪在动作指导方面天赋异禀 袁彪做武术指导的作品很多 这份工作不仅给他带来了金钱 还给他带来了一系列荣誉 比如奇谋妙计五福星和拜嘉宰两部影片 凭借这两部作品 他蝉联了第二届 和第三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动作指导 十年后他再闯辉煌 凭借在影片《新龙门客栈》中的武术指导身份 袁彪获得了第29届台湾电影 金马奖的最佳武功指导奖 袁彪与李连杰关系匪浅 在拍摄《龙行天下》的时候 李连杰就请来袁彪帮忙指导武术动作 合作上的默契 让两人在黄飞红的拍摄中再续前缘 作为前辈的袁彪 给了李连杰很多建议和指导 所以说袁彪也算是李连杰半个恩师了 那么袁彪作为与李连杰 成龙 洪金宝都接触过的人 想必肯定是评价更加重肯些 他就曾直言看过李连杰的身手 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功夫 可是国内看了李连杰他们身手 他们就特别 他们就翻腾了 就好像很溜 就跳了很高 洪金宝 成龙这些人都是舞台剧而已 我们就跟洪金宝人家是专业的一个武术 我们是舞台剧的 袁彪曾与洪金宝 成龙等人同属七小福成员 想必他对成龙洪金宝的实力也是非常了解的 但在看到李连杰伸手后 都连连感叹洪金宝 成龙比不过 想来可信度还是非常高的 就跟洪金宝人家有份的 我们这种人家斗不过人家 我们去学东西 连杰就到韩国去上学科技道 我又跟谭道两个他们学投权道 毕竟李连杰作为全国武术冠军 又精通各种武术套路 对比成龙洪金宝的那种京剧身段来看 确实有着更多的实战经验 这就不得不踢到周比利 拳王周比利可是实战经验极强的 曾打败过泰国拳王 还曾在拍摄精武英雄时 不小心将李连杰一脚踢到受伤 想必算是功夫圈实战力最强的人 即便李连杰的真功夫或许稍逊于他 但他也曾表示年轻时的李连杰 三五个人都进不了他的身 足以见的李连杰还是有一定实力的 传闻当时李连杰在拍摄的时候 甚至还踢晕了三个武师 可以说腿部力量绝对是一绝 如今除了事业有成 袁彪还是一个顾家的男人 1989年之前 几乎每年上映的电影中 都能看到袁彪的名字或身影 但是89年全年 袁彪一部作品都没有出演 原来这一年他的妻子临近生产 袁彪放下工作 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照顾妻子 而这样的硬汉柔情 打动了无数影迷 进入21世纪 袁彪放了更多的精力在家庭和生活上 2015年1月14日 他的宝贝女儿下一杯出嫁 此后至今 袁彪没有再出现在任何一部影视作品中 如今 年纪健大的袁彪正在享受自己的晚年生活 你喜欢这位武术明星吗 好了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留言